語言是人與人之間基本的溝通橋樑 在香港除了經常講的廣東話 一般人在求學階段都會學英文和普通話 而這位只有17歲的美國少年提姆多納 懂得講20個國家的語言 震驚各界 更加被封為語言天才 提姆說他在13歲開始 用了4年的時間自學20個國家的語言 連相對冷門的巴基斯坦乌爾都語都懂得講幾句 要學識這麼多種語言 提姆下了很多功夫 他每一天都會看幾份不同國家的報紙 就算出了街他都會隨時隨地練習會話 提姆又說人要有熱情才會學得好 他認為每一種語言都象徵著社會文化思考目式 當他講不同語言的時候 他都覺得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